所以现在呢 我来到了马六甲的九皇宫 也是拜九皇爷的 可是这边的九皇爷比较特别一点 它就是由女性来主持的一间庙 然后呢 它也不像平时我们所看到的 有接神啊 送神啊 他们都是以诵经的方式 来去迎接九皇爷 跟恭送九皇爷 也就是讲 他们的这个九皇爷 所以比较偏向于北斗九皇 所以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然后毕竟这个是百年老庙 我们也是跟SOP走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十块钱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哦 就已经全部 FPS了 但是下集有了 咱们儿记得咱们为你看 怎么在这个走 就这样 出营 连续 忽ata � ‑‑ 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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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像 有些元帅的画像 还有它的 它的神体牌 那些 在旁边这里有安峰众神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金森也是满久一下 尤其是这边 应该你多数啊 只有在马六甲这里 你还可以看到这种形式的金森 如果讲比较老一点的话 别边的话也是可能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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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